刘慈欣经典作品集 流浪地球 第二集 其实人类把太阳同恐惧连在一起 也只是这三四个世纪的事 这之前 人类是不怕太阳的 相反 太阳在他们眼中是庄严和壮美的 那时地球还在转动 人们每天都能看到日出和日落 他们对着出生的太阳欢呼 赞颂落日的美丽 小星老师站在船头对我们说 海风吹动着他的长发 在他身后 海天连线处射出几道光芒 好像海面下的一头大的无法想象的怪兽 喷出的鼻息 终于 我们看到了那令人胆寒的火焰 开始时只是天水连线上的一个亮点 很快增大 渐渐显示出了圆弧的形状 这时 我感到自己的喉咙被什么东西掐住了 恐惧使我窒息 脚下的甲板 仿佛突然消失 我在向海的深渊坠下去 坠下去 和我一起下坠的还有灵儿 他那蛛丝般柔弱的小身躯 紧贴着我颤抖着 还有其他孩子 其他的所有人 整个世界都在下坠 这时 我又想起了那个谜语 我曾问过哲学老师 那堵墙是什么颜色的 他说应该是黑色的 我觉得不对 我想象中的死亡之墙 应该是血量的 这就是为什么 那道等粒子体墙 让我想起了它 这个时代 死亡不再是黑色的 它是闪电的颜色 当那最后的闪电到来时 世界将在瞬间变成蒸气 三个多十几前 天体物理学家们 就发现太阳内部 轻转化为氦的速度 突然加快 于是他们发射了上万个探测器 穿过太阳 最终建立了这颗恒星 完整精确的数学模型 巨型计算机 对这个模型计算的结果表明 太阳的演化 已向主星序外偏移 氦元素的巨变 将在很短的时间内 传遍整个太阳内部 由此产生一次叫氦 的剧烈爆炸 之后 太阳将变为一颗巨大且暗淡的红巨星 它膨胀到如此之大 地球将在太阳内部运行 事实上 在这之前的氦闪爆发中 我们的星球 已被启化了 这一切将在四百年内发生 现在已过了三百八十年 太阳的灾变将炸毁和吞没太阳系 所有适合居住的内地行星 并使所有类木行星 完全改变形态和轨道 自第一次氦闪后 随着重元素在太阳中心的反复聚集 太阳氦闪将在一段时间反复发生 这一段时间 是相对于恒星演化来说的 其长度可能相当于上千个人类历史 所以 人类在以后的太阳系中 已无法生存下去 唯一的生路 是向外太空恒星计移民 而照人类目前的技术力量 全人类移民唯一可行的目标 是半人马座比林星 这是据我们最近的恒星 有4.3光年的路程 以上看法 人们已达成攻势 争论的焦点 在移民方式上 为了加强教学效果 我们的船在太平洋上折返了两次 又给我们制造了两次日出 现在我们已完全适应了 也相信了南半球那些每天面对太阳的孩子 确实能活下去 以后我们就在太阳下航行了 太阳在空中越升越高 这几天凉上下来的天气又热了起来 我正在自己的舱里昏昏欲睡 听到外面有骚乱的人声 灵儿推开门探紧头来 嗨 飞船派和地球派又打起来了 我对这事不感兴趣 他们已经打了四个世纪了 但我还是到外面看了看 在那打成一团的几个男孩中 一眼就看出了挑起事的 是阿东 他爸爸是个顽固的飞船派 因参加一次反联合政府的暴动 现在还被关在监狱里 有其父必有其子 小兴老师和几名粗壮的船员 好不容易才拉开架 阿东鼻子血乎乎的 振臂高呼 把地球派扔到海里去 小兴老师问 我也是地球派 也要扔到海里去 地球派都扔到海里去 阿东毫不示弱 现在 在全世界 飞船派情绪又呈上升去世 所以 他们又狂起来了 小兴老师问 为什么这么恨我们 其他几个飞船派小子 接着喊了起来 我们不和地球派傻瓜 在地球上等死 我们要坐飞船走 飞船万岁 小兴老师按了一下手腕上的全息显示器 我们面前的空中立刻显示出一幅全息图像 孩子们的注意力 孩子们的注意力立刻被他吸引过去 暂时安静下来 那是一个晶莹透明的密封玻璃球 大约有十厘米之径 球里有三分之二充满了水 水中有一只小虾 一小只珊瑚 和一些绿色的藻类植物 小虾在水中悠然地游动着 小兴老师说 这是阿东的一件自然课的设计作业 小球中除了这几样东西外 还有一些看不见的细菌 它们在密封的玻璃球中相互依赖 相互作用 小虾以海藻为食 从水中摄取氧气 然后排出含有有机物质的粪便 和二氧化碳废弃 细菌再将这些东西分解成无机物质 然后海藻利用了这些无机物质 与人造阳光进行光合作用 制造营养物质 进行生长和繁殖 同时放出氧气 供小虾呼吸 这样的生态循环 应该能使玻璃球中的生物 在只有阳光供应的情况下 生生不息 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课程设计 我知道 这里面凝聚了阿东和所有飞船派孩子的梦想 这就是你们梦中飞船的缩影啊 阿东告诉我 他按照计算机中严格的数学模型 对球中每一样生物进行了基因设计 使他们的新陈代谢正好达到平衡 他坚信球中的生命世界会长期活下去 直到小虾寿命的终点 老师们都很钟爱这件作业 我们把它放到所要求强度的人造阳光下 也坚信阿东的预测 默默地祝福他创造的这个小小的世界 但现在 时间只过去了十几天 小兴老师从随身带来的一个小箱子中 小心翼翼地拿出了那个玻璃球 死去的小虾 漂浮在水面上 水已混浊不堪 腐烂的枣类植物 也失去了绿色 变成一团没有生命的毛状物 覆盖在珊瑚上 这个小世界死了 孩子们 谁能说出为什么 小兴老师 把那个死亡的世界 举到孩子们面前 他太小了 说得对 太小了 小的生态系统 不管多么精确 是经不起时间的风浪的 飞船派们想象中的飞船也一样 阿东说 我们的飞船可以造的像上海 或纽约那么大 是的 按人类目前的技术 也只能造这么大 同地球相比 这样的生态系统还是太小了 太小了 阿东说 我们会找到新的行星 这连你们自己也不相信 人马座没有行星 最近的有行星的恒星 在850光年以外 目前人类能建造的最快的飞船 也只能达到光速的0.5% 这样就需17万年时间才能到那 飞船规模的生态系统 连这十分之一的时间都维持不了 孩子们 只有像地球这样规模的生态系统 这样气势磅礴的生态循环 才能使生命万代不息 人类在宇宙间离开了地球 就像婴儿在沙漠里离开了母亲 阿东说 可 老师 我们来不及的 地球来不及的 它还来不及加速到足够快 航道足够远 太阳就爆炸了 时间是够的 要相信联合政府 这我说了多少遍 如果你们还不相信 我们就退一万步说 人类将自豪地去死 因为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 人类的逃亡 分为五步 第一步 用地球发动机 使地球停止转动 使发动机喷口固定在地球运行的反方向 第二步 全功率开动地球发动机 使地球加速到逃逸速度 飞出太阳系 第三步 在外太空继续加速 飞向比林星 第四步 在中途使地球重新自转 调转发动机方向 开始减速 第五步 地球搏入比林星轨道 成为这颗恒星的卫星 人们把这五步 分别称为 刹车时代 逃逸时代 流浪时代一 加速 流浪时代二 减速 新太阳时代 整个移民过程 将延续 两千五百年时间 一百代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途